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胃癌晚期扩散有两种制法 一种就是局部的扩散 另一种是全身的扩散 局部的扩散 器官周围 比如肝脏上的转移 颐线上转移 包括后腹膜淋巴结的转移 包括网膜的转移 咱们这讲的是局部扩散 全身扩散 比如说这个肿瘤 转移到肺脏呀 转移到脑呀 有些可以转移到骨头等等 这个叫全身的转移 不管是胃癌局部转移和全身转移 所以说一旦发现胃部的肿瘤 要早去诊治 不要要继续发展它晚期 这个到晚期可能就没有啥好办法 它只能做做化疗呀 靶相指药等等 来改善症状